每个人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 大型纪录片五年规划 财经频道重磅推出 中国一艘巨轮 既定目标 批拨展浪一路前行 十三个五年规划 十三如治国蓝图 中国故事精彩讲述 未来就是一个五年 借着又一个五年 每个人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 大型纪录片五年规划 重磅推出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从城市 到乡村 我们享受着现代的文明 也享受着前人的劳动 和智慧 穿越万里 无论多么的不经意 留下的总是你的汗水 还有你的足迹 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 不仅是为自己的现在 也是为了子孙的未来 也是为了子孙的未来 一个人如此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阿曼达 美国低空跳伞爱好者 美国低空跳伞爱好者 今天 它将从世界上第九高的桥梁上纵身跃下 起跳位置距离地面三百七十米 巴林河大桥 位于贵州省安顺市 是上海到瑞地的国道主干线上 跨越巴林河大峡谷的第一座特大型桥梁 阿曼达有过一千多次的低空跳伞经历 但巴林河大桥是它遇到的最高的桥梁 上个世纪 低空跳伞爱好者们大多选择欧美和日本的大桥跳跃 现在它们更愿意来到中国 因为全球高度排名前十位的大桥中 有八座在中国 跳伞者将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追过 打开伞包的时间仅有五秒左右 它们需要在二十秒内完成听众动作 所有的人都注视着这条红色绸带 当它完全飘起时 桥面风速超过六级 这对身体轻盈的阿曼达来说是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阿曼达最终决定放弃今天的跳伞 这在她二十多年的低空跳伞生涯中并不多见 这是一座刚横架结构的桥梁 它可以有效减小峡谷强峰的影响 中国的桥梁修建技术已经不是问题 从第八个五年计划开始 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 已经建成十二条总长三万五千公里的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 巴林河大桥就是当年规划中最后一个完成的项目 第二天 这是阿曼达在巴林河大桥跳伞的最后机会 他要给自己一个美好的记忆 今天 桥上的风速依旧是七级左右 桥上的风速依旧 桥上是一种级的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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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上的风向 那会很严重 如果我来到香港 霸凌河大桥是一座悬索桥 能建设这种桥梁 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装备制造能力 中国现在可以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桥梁 对任何国家而言 桥梁都是最基础的设施 没有桥梁 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交通网路 而没有现代化的交通网路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势必会受到制约 一群80后的建设者正在建造中国最高的悬索桥 清水河大桥已经进入最后的施工阶段 悬索桥 因其优美的造型和宏伟的规模 被称为桥梁皇后 工人们正在铺设引桥的梯形梁 每一片都重达一百四十七吨 整个大桥一共有二百五十片 把引桥的梯形梁放置在桥墩上 如此的重量 每天只能放置两片 清水河大桥需要的大型构建至少在一千多件 制造它们需要用到的高端装备至少在几十种 张宁闪 1980年出生 这是他参与建造的第四座大桥 也是他第一次作为总工程师建造的大桥 目前世界上跨度一千米以上的悬索桥有二十八座 其中十一座在中国 正在建设的十三座里 有九座也是中国人设计建造 这座大桥就是其中之一 他将再次刷新中国选所的桥梁记录 成为中国第一高 世界第五高的桥梁 今天大桥建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工地异常繁忙 将近三百名工人同时作业 清水河大桥地处贵阳至旺安高速路的中段 工人们大多数来自贵阳 到达这里只需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而三年前的建设初期 建设者们要用上一天的时间 穿行崎岖的山路才能来到这里 大桥的构建最重的超过百吨 一千多件这样的构建 要通过山路运笔这里 难度可想而至 选手桥竹篮客的话 三百多个锁盘 每个锁盘大概就三十来吨 当时我们走运输车辆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车辆几乎就是不会来第二次 清水河大桥的每根竹篮 由一万七千零一十七根 直径五点二五毫米的高强度钢丝组成 架设它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 先要由一根先导锁来完成两岸的连接 年轻的工程师们 选择了一个既经济又实惠的办法 足用农民的毛驴来完成 这是劳动创造出的智慧 像其他的拉射方式 不管炮弹 飞艇 那些方式它只能是拉一个很细的绳子 因为它的承载能力不足 我用当地村民的毛驴 骡子 我们直接可以发那个很重的 就是很粗的一个钢丝绳 直接可以拉到位 这个成本我们算过 一共花了六千块钱 每根竹篮重五千五百吨 两端分别有十八万吨钢筋混凝土锚定加以固定 可以承受六万多吨赫载 第一根钢丝锁的架设至关重要 它决定整座大桥的施工精度 贵州 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尺平 当地特有的气候地貌 在这样的地方施工 张明闪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选锁的基准锁 它就是第一根锁 精度要求比较高 只要有三个晚上连续观测 钱在其他的地方 我们大概就十几天 在这个地方 大概都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把它观测完 工人们正在安装清水和大桥 最后一处伸缩缝 伸缩缝长12.25米 宽4.8米 30吨重 可以伸缩1.6米 它的作用是调节整座大桥的热胀冷缩 清水和大桥只在两端 安装了四个伸缩缝 这是为了保证行驶车辆的舒适感 中国的这个桥梁发展 我认为基本上进入了一种自主创新和跨海桥梁的时代 应该是都带有这个世界级的这个难度水平和技术水平 包括工程规模 清水和大桥将在一个月后通车 整个工程只用了两年 中国有句话 要想赴先修路 修路驾桥是创造便捷交通 打通区域隔阂 提高经济运行速度和效率最直接的方法 这是每一个五年计划和规划里 都会提出的推进目标 15时期 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物流通道被长江阻隔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 串起了被长江分隔的金汉铁路和越汉铁路 完整的金广线就此诞生 一桥飞驾南北 天欠便通途 六十年间 中国的山川河流上 已经架设起近七十四万座桥梁 整个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路上交通网络 中国人已经行驶在奔向现代生活的路上 每个人的未来 就是国家的未来 这是一条从上海到昆明的高速铁路 也是中国第一次穿越云贵高原 喀斯特地貌修建高速铁路 它可以将中国的大西南和东部富裕地区 紧紧地连接起来 云贵高原上的大工程 几乎每一个都在挑战工程技术的难度高点 大独山隧道 长十一点八二公里 工人们正在往地基下浇灌混凝土 隧道将通过一个高一百米 长六十米的溶洞 罗宗帆 项目副总指挥 穿越溶洞通常有两种方式 架桥或填混凝土 而他们选择了最复杂的方式 在那是准备跨桥 中间做这个桥 做这个桥堆 下面太深 六十多米以上 关在下面也是软 它是软的 所以这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没实现 高铁轨道的高低误差 不能超过1.5毫米 地基必须实现零沉降 为防止地基塌陷 他们正以最安全 但最耗时间的方式修建 十五台混凝土车 每天循环十次填充十二万立方米混凝土 为高铁在中洞中架起了一座六十米高的台基 以确保列车以二百公里的时速穿过时 安全平稳 护坤高铁 全长两千二百六十四公里 是中国东西向线路最长的高铁 它沿途要经过六个省会城市 也是目前世界上 在建里程最长的铁路 距离大都山隧道四公里处 是一条更长的隧道 长13.18公里的港屋隧道 隧道前方坚固的岩石 遇到雨水就会化成黏土 这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溶洞、暗河 让施工无比艰难 坍塌是最需要预防的 工人们需要先向前方打孔 然后注入混凝土 确保前方岩石的坚固 架设拱架固定顶部 拱架平均重量1.55吨 完全需要人力固定 大独山隧道一共架设了 10545环这样的拱架 用了16314吨钢材 每个拱架的距离是0.6米 最艰难的时候 每天只能架设一个拱架 向前推进0.6米 发达的高速铁路网 是国家拓展经济空间 延长产业链的重要基础 经济区域一体化 全国一体化 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 要共享发展的成果 就必须连接起来 十一五期间 中国开始实施四纵四横 中长期铁路规划 大独山隧道所处的 沪昆高铁贵州段 正是这四横中的一段 施工难度极大 总共需要架设324座桥梁 打通223个隧道 这条高铁一旦通车 从上海到昆明 只要9个小时 港屋隧道 还有最后一条暗河 没有确定流向 罗宗范和同事 正用地质雷达 探测它的位置 隧道始终被暗河包围 雨季来临 隧道内仅一天的水流量 就达到了17万立方米 可以填满89个标准泳池 工程师们最终决定 修一个小型的饮水隧道 使暗河从主隧道下方经过 小赖是工程部的测量员 负责隧道前进方向的测定 在大型公路和铁路的隧道施工中 一条主隧道要想尽快地贯通 必须要有横向辅助的隧道来帮忙 通常大隧道工程最多需要十几个横向隧道 但大独山隧道的横向隧道多达27个 而且要彼此连接 横向隧道总长4.3公里 在完全没有方向感的隧道内 小赖的测量工作至关重要 小赖的父亲16岁成为铁道兵 一辈子与隧道打交道 现在是大独山隧道施工队的队长 明年隧道完工后就将退休 大独山隧道施工已经五年 儿子小赖在这里成家并有了孩子 在这个工地上已经有了三百多个新建的家庭 七十多个大家叫做后昆宝宝的孩子在这里出生 修建金户高铁 一千三百一十八公里 中国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但全长只有二十五公里的大独山和港屋隧道 打通它却历经五年 港屋隧道还有六十米就会贯通 这六十米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沪坑高铁全部建成后 穿过这条隧道高铁只需要四分钟 到那时中国高铁的总里程将超过两万公里 而到十三五末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将达到三万公里 覆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城市 中国已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 更快的物流 更快的生活节奏 这是规划带来的速度 十二月 贵州的骑城熟了 在贵阳做地产生意的小杨 要返回老家戎江县 帮家里收齐城 二百公里的路程乘坐高铁 只要一个小时 十年前 小杨家有四十多亩骑城地 三年前 父亲又承包了一百三十亩地 今年 这一百三十亩骑城开始挂果了 老杨把采摘好的骑城运到山下的仓库里 等着运往贵阳 高速公路还没建成之前 崎岖的盘山路上 他要跟车十二个小时才能到达贵阳 十二五期间通车的荣江高速公路 可以让老杨更快地运走他的骑城 现在老杨到贵阳只需要四个小时 经济流动速度的加快 为老杨创造出了新的价值 原本每吨二百八十元的运费降了一半 全年算下来 老杨可以多整七万多远 2015年 贵州成了中国第九个 实现了线线通高速的地区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规划的十年间 全国高速公路达到 十二点三万公里一长的国家 这段经济发展了以后 这个进入到工业经济 那么市场的范围就越来越广 所需要的交通基础设施 也就越来越多 每个人的未来 就是国家的未来 兰州千年古城 黄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 这里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流 中国的工程师们正努力进行的尝试 修建一条地铁穿越黄河 穿越黄河 地铁双向要二点七八公里 2015年的最后一天 兰州地铁黄河段 绝境机械又停工了 总机械师黄建军来到景夏 现在推力特别大 在一万五千吨左右 扭矩也很大 在四点五兆牛左右 推进速度很慢 在五毫米左右 出张温度测了吗 出张温度三十五度 我们在决心过程中 已经发现了很多非常大的卵石 通过我们的顿工机 出来的卵石力径 能达到七十多公分 七十多公分的大石头 在我的刀盘里面 黄建军曾是工程难度较高的 北京地铁六号线的机械师 最近六年 他已经参与建设过三条地铁线 像兰州地铁这样的施工难度 还没有过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 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目标 这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 以确保优质的人居环境和便捷的交通 十二五期间 中国各个城市在地铁轻轨建设上 投入了将近1.3万亿元 完成了2600公里的轨道交通建设 这是目前中国地铁建设的常用顿购机 直径6.4%米 安装了125把刀具的复合式刀盘 绝境的高温 会让黄河下的黏土粘连在刀具上 就像麦芽糖粘在牙齿上 这会影响绝境机的进度 工程刚修建了700米 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四次 而在黄建军的记忆里 打通北京六号线地铁 1700米仅出现过一次 黄建军现在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工人们要往刀盘内加入化学分散剂 消融掉黏土 等待要一天多的时间 十一五期间 地铁建设首次进入国家综合交通规划发展的序列 中国各地复杂的地理地貌 让中国的工程师们 遭遇了世界工程建设史上难度最高的一系列难题 在各种轨道交通方式中 地铁造价最高 平均每公里要5亿元 而兰州地铁 平均每公里的造价达到了7.46亿元 隧道的另一侧 拼装手小吴正在安装管片 六个管片组成一个工作单元 每一环管片安装的位置在施工前已经计算好 但要避免安装的误差 全凭小吴控制机器的手感来完成 整个工程需要安装的管片达4565环 每一个拼装手跟拼装的 他每个人他的拼装手法都不一样 就跟我跟我的师傅 系列上处理还是不一样 这个东西 之前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能会的我都交给你了 但是有好多东西我是说不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那个说不出来 完全是手感给你这个感觉和判断 长期积累和训练出来的手感 正式被称为坚默知识的核心技能 类似这样的技能 出现在几乎所有的重大工程建设中 这是中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们 在全球基建工程市场上站稳脚跟的关键 新年到了 一个欢庆的时刻 黄建军是山东人 孩子才刚刚满月 还不能来工地和他团聚 现在和你带团都有点少了 隧道工程继续推进 还要有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工 像他们一样 全国十万多名工程师和一线工人 正在全国的三十八个城市里 承担地铁建设任务 今后五年 还会有三千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 在他们的汗水里诞生 我的小孩长大了 等我带他去做一下我做过的地铁的时候 我会非常自豪地说 看这就是你老爸修过的地铁 城市的高效运转 需要轨道交通的支撑 而在中国的农村 人们生产生活 离不开另外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 农村水利 这是新中国从建国之初 就最为重视的一项规划 又到了东小麦灌溉的季节 眼前的土地是全村两千一百亩耕地 2013年成立合作设施 全部承包给了老张一个人 只要打开总达 黄河水就会自行流入田地 这是一五时期的水利重点项目 打鱼章灌驱 直到今天 它依然发挥着作用 这里曾是一片严检荒滩 六十年前 打鱼章灌驱水利工程建成后 黄河水穿过十二道扎孔 顺着秘如之网的各级渠道流向田间 灌溉着六十六万亩耕地 解决了这里四十多万人的生活饮水 依托这项工程 当地又改造出上万顷的优质良田 防渗渠可以减少水的流失 也可以增加水的流速 不久前 全县对原来的灌渠进行了改造 水利是农业的秘脉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全国各地就开展了 以农田灌溉为主要内容的 小型水利建设 仅用一年时间 就完成各种小型水利设施建设 七万四千多处 今天 类似打鱼章这样的大型水利设施 在全国有四百三十四个 水利工程 是中国农民奔向好日子的基石 安长东是打鱼章管理处主任 打鱼章水利工程纪念管理 存放着当年建设时期 农民们使用的工具 这条曲 现在也被青岛人称为黄金之曲 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 为了解决青岛人的吃水问题 打鱼章再次成为重点工程 黄河水通过灌区 奔流二百九十公里 进入青岛市 越来越作为农业生产服务 现在更多的工业 经历社会 全方位的服务 当然也是 沙东生九种酒水的院 开启水闸 长江水与黄河水就会在这里汇流 这是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计划 南水北调构想的一部分 正在建设的国心水库 库容三千五百零三万立方米 是南水北调东线建设的一期工程 整个南水北调工程 将通过东线 中线和西线三条掉水线路 把长江流与风银的水资源 输送到华北和西北地区 把鱼章冠区 是东线工程 长江与黄河交汇的地方 小青河 引黄济青 南水北调 三条水系并行 滋润着山东半岛的大片土地 每一次的五年计划当中 一定会有一些重大工程 包含在里面 它有很多方方面面 上下游的配合 各个省的同意合作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国家的意志 需要各个方面可以配合才行 其他的像西电东线也好 南水北调都是如此 无论是国立的强盛也好 还是说你技术设施的完善也好 都通过这些重大功能的实施 进入到一个心理阶段 每个人的未来 就是国家的未来 入东是收割芦苇的时候 自从打狱张冠区建成 佛兴县出现了不少湿地 这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新营生 利用湿地的水草芦苇 制作草柳边 很快让这里成了中国草柳边之乡 58岁的张宏文 带着刚刚做完了草柳边来到田里 他觉得在这里拍摄出来的照片 更有乡土的气息 他是一家淘宝店主 互联网作为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 已经覆盖了中国80%的国土 家里的耕地都流转给了村里 张宏文有更多的时间 打理淘宝店铺 以前这里的草柳边只做自家用 八年前这里开通了互联网 从小没怎么上过学的张宏文 开始学习使用电脑 张宏文的草柳边产品已经卖到了全国各地 每年能挣六七万元 现在村里的很多人像他一样做着互联网农业生意 2015年全县宽带提速 张宏文已经把宽带升级到了十兆光纤 鼠标一点快递上门 那些互联网发家的传奇故事 离这里并不遥远 现在像薄星县一样的电商村镇 中国至少已经有二百多个 八十年代末 我们国家连成功交换机都不会做 现在我们国家的 无论是无线电话的用户也来好 是网址也好 还是拥有无线通讯的手机的人数也好 都在世界上是最多的 实际上通讯的技术设施 使我们国家是突飞猛进的 光网城市建设 已经被列入中国新的五年规划构项 十三五期间将有五万个行政村 开通光纤网络 三千多万农村家庭实现宽带升级 宽带将覆盖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国农村 中国将为此投下一千四百亿元 更多的光纤广网将纵横于中国大地 而越来越现代化的生活 也给中国地下空间的利用 带来了新的压力 这需要全新的规划理念和建设思路 珠海 横秦新区 与澳门一江之隔 地下管廊工程 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工人们正在做最后的填埋工作 管廊基本建设完工后 整个新区的电力 通信 给水 热力 燃气等市政管线 将统一铺设在这一条管廊里 这是中国城市治理的一个新创举 深埋于地下的城市地下管廊 决定着一座城市的梅与丑 邱燕群 综合管廊项目经理 中国管廊主要是有利于我们整个城市 整个美光 有效地节省的土地的资源 特别的管县 它集中在一个管廊里面 这个有什么故障的时候 各种中业公司管县的东西 它能够及时地进行维修 这里就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城市管廊 最窄处有三米建方 总长33.4公里 未来五年 中国将实现2000公里的城市管廊建设 但这只是城市建设规划当中的一部分 建设者们正努力地让城市变得像海绵一样 通过基础设施补充和改造 将有限的雨水储存下来 需要的时候再释放并加以利用 平衡生态循环利用 这是中国城市发展理念的一次转型 更是中国未来的目标 中国的主动脉和生命线还在延伸 并正在拉近和世界的距离 董家口港 中国首次采用机械整平船作业修建的港口 拥有世界上停靠矿石船驳位最大的码头 六十年前 这个港口是一五时期的重点工程 那时万吨级港口建设对于中国无比艰难 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七个集装箱深水港 跻身世界前十名 今天一艘世界上最大的矿石船将要停靠这里 我拖漆出港了 你走吧 好 杨曙光是这个港区托轮7的船长 他负责今天的银行任务 是我们的位置 现在距离他还有十海里吧 大雾为银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意大利号来自巴西 装载着四十万吨银矿石 这是董家口港去建成以来 停泊的第七艘巨型货轮 中国的经济建设 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 对钢铁的需求量每年平均8亿吨 巴西和澳大利亚是铁矿石出口大国 为了节省成本 巴西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四十万吨铁矿石货轮 然而 世界上并没有可以停靠如此大型货轮的深水码头 中国仅用了一年时间 就完成了四十万吨级深水码头建设 这是让全世界都羡慕的苏铁 张鑫 董家口四十万吨级码头的总工程师 修建码头时年龄仅仅三十岁 这在世界工程建设领域也是富可思议的事情 最初的设计是 它是三十个三千吨的小沉箱 然后后来经过我们就是说跟设计院共同的在这优化吧 就是说看看能不能两个合并剩一个 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沉箱的这个出运安装的次数减了一半 董家口四十万吨级码头的平台长五百一十米 吨深由十六个椭圆沉箱组成 到港的四十万吨意大利号矿石船开始卸货 每一个抓斗可以运送五十吨矿石 能填满一个货运列车的车厢 每艘四十万吨的矿石船 在这里只需要三天时间就可以卸完整船的矿石 进入新世纪 中国对外贸易提升 从十五到十一五 这十年 三十万吨以上级的大型码头陆续建设 中国成为世界上港口技术最先进 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 未来五年 可以想象的空间将更为巨大 国内重点布局的十五个港口 已经出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顶层设计版图 而在海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总投入 预计将达五点八万亿美元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路 已深向远方 未来 正通往每个人的心里 中文字幕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